鼠本麻說人人都把自己 誓言的極限當作世界的極限 也就是說反過來呢 我們的世界觀應該要大一點才不會 對很多事情容易大驚秀怪的 所以FJ今天要跟大家講很多 來自不同國家的驚似駭主幹部 傷風敗主有些細心有些很感人 有些很好笑都是真實故事的故事 常常有一時候覺得自己 對性別認知的接受度算廣 也看了很多生活不同領域的 同志朋友自己奮鬥的過程 但是這個故事 又讓我重新建立了對性別的 可能性的認知 我們看過很多麻雀變鳳凰的變身電影 但這部電影是血淋淋的紀錄 他們往自己想要的狀態努力 他們是女跨男的跨性別 而有一個賽事 可以讓他們展現自己的驕傲 我們的生活過程中常常有 不如意被挑戰的可能 但是我想這群人要告訴你 活出自己怎樣的樣子 辛苦但很驕傲 這就是我要介紹的第一部電影 叫做跨性漸漸 那我要介紹第二部電影 同志紀錄片大師 跟拍網當紅巨片明星Jonathan 而且Jonathan還是個伴遊 八年的合作 導演一定很熟男友 把男友的生活 一點不落地拍出來 因為Jonathan的國籍 還有宗教的關係 他的工作被認為是禁忌的工作 但是Jonathan還是成功建立了自己的名聲 而且他有來自世界各地數百萬的粉絲 本片將帶大家了解 G片以及伴遊的世界 重點是G片男友的母子之間獨特的關係 同時也會看到G片明星尋求愛情 還有人生的意義啊 而這部片就叫 直擊G片明星人生 聽起來超精彩 那我今天也要講一個 我也覺得非常精彩的故事情節 聽 像FJ234這種辣鼻子出身的 有講圈內生態的舞蹈電影 是一定要看一下的 這部電影在講一個叫做Bogging的舞風 源自熱血澎湃的競技啦啦隊 衍生而來的一種風格 我在裡面最喜歡的地方是 每個人白天就像你我一樣在城市裡工作著 而到了比賽及練舞的時候 他們綻放著自己的光芒 BANG 當中有些人很怕這樣的興趣被發現 他們認為這件興趣被廣為人知的話 白天的工作會不保 我想即便是2019了 在很多的地方及環境 還是不是那麼的友善 而這樣的故事情節其實離我們不遠 我想說 當很多事情能放在檯面上討論的時候 才代表我們所處的社會 進步到一定的程度了 而這就是這部電影 告訴我們要共同努力的地方 這部電影就叫做熱浪狂語 聽起來非常有趣 感覺很熱浪耶 對呀 但是我們FJ介紹這三部電影 是今年酷威影展都有上映喔 而且我們FJ23是今年擔任 酷威影展的小隊長 大家好 所以我們FJ23是今年會分享 很多很多電影給大家知道 而且也可以從下面的資訊 看到酷威影展的粉絲頁 官方網站都有電影的介紹喔 快去看吧